一名勤奋工作的女子 辛苦的从早上忙到了晚上 她结束漫长工作的一天 终于可以从无止境的加班中 打完卡回家休息了 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的11点多了 她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自己的公寓 女子梳洗过后 回房间享受深夜里一个人的宁静 坐着每日的保养 滑着她的平板 之后心满意足地关掉电灯 准备睡觉 躺下去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 女子听见 罗婷传来了人的脚步声 虽然这个声音惊醒了她 但她并不是特别的在乎 她闭上了眼睛 继续她美好的睡眠 但是过了一会儿 女子觉得有些不对劲 她突然想起来 这里住的房间就是公寓的顶楼 此时 脚步声停止了 而她最后一声的位置就在 房间的门口 脚步声瞬间在房间快速地响起 整个房间布满了脚印跟手印 可是突然之间 脚步声又停了下来 而她这次停下来的地方 就在床头前 创丹 也出现了脚印跟手印 而最后 又一张脸 浮现在她身旁的枕头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